月會開工 南宮處處長要求市長盡速決定廣池開發案的西部設計 因為新義東延縣在廣池這一站 A跟C的出口是跟這裡共構的 所以他必須要決定以後才能夠全線開工 所以我也希望說在整個廣池開發案到底要怎麼做 特別是我們必須盡速決定 因為這個我也不想去拖到新義東延縣的開崩 其實今天早上我們在市長市會議的時候 有在討論說廣池的這個案子 其實我今天早上有做一個修正 本來一開始設計說1500戶蓋完以後 將來在這個 就是說這個附近的那個都更的使用 那個使用是上限的30% 我也把它拿掉 我跟你講 有一個方法 這公宅蓋完以後 會跟人口也不會增加 然後交通流量跟現在也完全不會變 有一個方法 等到我們一開工以後 你們這旁邊要開始做大規模的補坑 我蓋好的時候你們就搬進來 然後你們蓋好再搬回去 我在15年之內 你知道 如果可以亂過五圈 五輪的話 可以把這整個周圍的 那個公安都更可以處理掉 當然這個 這個是這樣 要做這麼大規模 其實如果要做這種大規模公安都更 我們是否是可以協助 不過更重要還是要地方的人來處理 所以事實上我已經把今天那個 這個公共住宅 的那個 使用的資格 事實上我是把 都更 列為第一優先 這個地區如果要都更的時候 他是第一優先使用 我也希望這個 這個公共住宅的出現 你知道 可以把這附近的這個房子 做一個 更快速的都更 因為我發現每次都更最困難的 我包括我在蘭州國宅的經驗 或是說我在處理設置道 一個很大問題就是中地住宅 所以我的理想是這個是成為這個地區 都更 很重要的 中地住宅 而且我 我們到時候也會用那種特別的條例 如果你是 都更的 來這裡用 你知道 我們會第一優先 當然說 租金多少 那個我想到時候可以用特別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 所以是這樣 當然是 沒有辦法讓所有人都滿意 只是說 在 怎麼取一個平衡 常常就想是這樣 當然是會 在這個計畫當中 如何符合地區的 最大地區 這個我們都可以來討論 對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 我先這邊請 等一下